长期客难使用地下水 豪雨损坏电线水管 还会造成大停水 新竹县琼香竹林别庄 未在净水场旁 却苦无自来水可用 上百户只能过滤泥水 自费送检来饮用 明代争取四年 终于获得千万补助 要来装设自来水 豪雨过后打开水龙头 只有黄沉沉泥水 丛林香竹林别庄 未在净水场旁 碍于水压无法供应 上百户都没有自来水可用 其实这个水场 已经建立四十几年了 等于说这边的居民 就是看着自来水场 大概四十几年 都没有自来水可以用 那近几年来 随着我们的黄泥土 还有暴雨的状况越来越多 所以附近居民 使用地下水的水框 越来越糟糕 所以他们的需求 就越来越紧急 整个水是我们 会定期的去送院 至少在重金属方面 我们是OK的 只是地下水含砂量比较大 所以我们有很多人 装设了一些过滤器 它那个防沙 那些滤芯要不断的更新 增加大家很多的负担 居民客难使用地下水超过四十年 以马达管线迁到附近蓄水池 每三个月得爬上两层楼高来清洗 遇到台风 树枝压断电线 或是土壤流失 水管破损都会造成大停水 滤水器更是十天就得清洗 加重经济负担 县议员郑云四年来 奔走水公司水利署 争取经费 终于获中央补助 一千零二十一万来改善供水 自来水公司会在九月的时候 办理规划设计 那在十月的时候 会办理工程的发包 那预计会在明年二月 就是元宵节过后的时候 办理施工 那全岸的工程 会是在明年的六月底完工 县府也来到石潭村 说明自来水盐管计划 也会协助用户 申请自来水接管补助 盼在明年六月前完工 改善用水生活品质